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乒乓球队 那我们知道中国乒乓球队目前是已经向国际乒联提交了自己参加下个月休斯顿视频赞的名单 可以说在这份名单当中像马龙、许欣、刘诗文的确诊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同时国际乒联在今天也是公布了最新的世界排名 那我们看到在南丹的世界排名当中 来自于中国队的樊振东、马龙以及许欣霸占了积分榜前三的排名 排名第四第五的是两名来自日本的选手 可以说这样一个名单出炉之后 应该说是让整个中国乒乓球队是非常的震撼 我们竟然把世界第二和第三都把他们拿出了视频赛的名单 当然了按照刘国梁的说法是马龙和许欣自己主动提出退出的 那不管怎么说依然说刘国梁这招确实是太会玩了 那即便是马龙和许欣自己主动退出 那你考虑到两个人之间的能力和状态 你完全可以说让他们两个人去参加比赛 而且这两个人说实话也没打算退一 你真要让这两个人去参赛的话 他们未必就不会同意 但是刘国梁依然是做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 本次视频赛可以说已经是完全将重担放在了樊振东的身上 作为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 也是本次参加视频赛全员当中 无论是个人综合能力还是经验上来说 都是最为丰富的球员 已经没有两个老大哥帮忙在他前面照着他的情况下 樊振东能不能够扛起中国南单乒乓球的这个大棋 这个视频赛将会对他的说是非常大的考验 那目前中国队参加视频赛的五名球员当中 除了樊振东排名世界第一之外 排名最高的是世界排名第七的林高远 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排名第十二的梁敬坤 第十七的王楚清 周启豪的排名是相对偏低的 全世界排名只有123位 是刚刚够到了参加视频赛的资格 当然了我们说周启豪他本身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这种大 有一种这种欲强则强的感觉 就是打这种世界顶尖选手的时候 他往往能够爆发出非常大的潜力 所以说他的一个入选的话 也是给了中国南平以非常多的看点 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世界排名 对于中国队的分组来说相对会比较不利 因为我们除了樊振东之外 没有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 像日本队 他们的选手里面有两个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 这就使得我们在这个分组对抗当中 可能会让我们中国队的选手 相对而言在前面的几轮比赛当中将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实力比较强的选手 这也是给中国南平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女拼方面 我们的相对种子选手的席位是比较高的 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 排名第二的孙颖沙 排名第四的王曼玉 都是已经参赐了 不过对于王兴桐和王毅迪和陈兴桐来说 这两个人的世界排名相对是偏低的 都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前十 所以说他们在前面几轮比赛当中 可能遇到的挑战会更大一些 那女子方面的话 其实中国队的统治力会更强一点 包括九位参赛的丁宁 目前依然是高居世界排名第五 当然他已经退役了 另外的话像缺席了此次世平赛的 朱玉林和刘诗文的话 也是排名第六和第七 所以说这样一个排名的话 也挺像说中国女子乒乓球 带这个拼弹的统治能力 似乎要比男子更加强悍一些 当然不管怎么说 中国男女拼的名单是已经确立了 或许会有争议 也或许大家有不理解的地方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 关于所有的争议和不理解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去转化为 支持中国乒乓球的动力 希望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世平赛当中 实现一个比较不色的成绩 尤其是要包揽所有的一个金牌 另外的话 其实这种争议 每次大赛这个名单出来之后 都会有 对吧 但是中国队都是以绝对强悍的势力 基本上都能够打消所有的争议 因为我们的势力确实太强了 比如说 在奥运会上 很多人都觉得 让孙颖莎顶替刘诗文去参加奥运会 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冒险 结果孙颖莎非常的出色 结果孙颖莎非常的出色 女拼人家独手那个半区 干掉了伊藤美城来到了决赛 没有任何的表现失误的地方 在这个团体赛当中 也跟随中国队去拿到了团体赛的冠军 所以说 这个决定 绝对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相信 刘国梁所说出的每个决定 都是为中国队的 现在和未来所考虑的 也认为 中国队能够在接下来的视频赛当中 打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我们看下来的新闻 我们看下来的决定 我们看下来的决定 感谢观看